宋一鸣遭报见证神迹造假 交友控教会洗脑贷款奉献主破堂 艺人小甜甜日前出席宋一鸣的新戏 幸福宅一起开进记者会 为了她传出受访时讨论凯乐近况 得罪教会惹火宋一鸣惨遭换脚 随后呢小甜甜又被报应理念不合 推出宋一鸣所属的一起发光教会 但是啊教会发声明指控 小甜甜的私生活有极大状况 甚至经常造成组园门的冲突嫌隙 无数个夜晚流泪陪伴祷告 仍无法在真理及爱中感动小甜甜 最后小甜甜仍不停劝戒 只能忍痛暂停她在教会祭坛上的所有服饰 而两人在群组对峙的对话内容也曝光 宋一鸣询问小甜甜 我什么时候数落过你或是对你有怒气 不是一直都用爱心耐心陪伴你 无数的夜晚陪伴你们 帮助解决你们夫妻之间的问题和冲突 难道你忘了吗 宋一鸣表示自己相当痛心 认为小甜甜应该道歉 而事件爆发后 小甜甜老功法动态力挺教会 强调教友对事不对人 然而这起风波越演越烈 一起发光教会也引起外界关注 原本为同教会教友的阿斌 徐晓可夫妇 余林丽菲 子神医药记者王瑞玲等人 都纷纷表明已退出改教会 并踢爆该教会的九大争议内幕 其中宋一鸣教导教友贷款 要求辞掉工作专心服饰主 提供专属贡献贷 入教会资格审查 以及踢教友出教会 还已读不回 曾教友知名度 洗脑教友 用电话或当面破口大骂 限制教友的教友圈 阿斌徐晓可夫妇 表示不习惯言行被控制 两人期间被禁止 接触别的教会教友 选择离开后 也不被送一米的教会谅解 徐晓可余盖保留说 只有在里面的人感触比较深 还好我们及早离开了 自身医药记者王瑞玲更直言 离开那里才是真正得到神的恩典 阿们 王瑞玲透过自己被教会 洗脑超过两年的时间 最震惊的是 2021年4月2号 也就是泰鲁格号列车出轨事故当天 当时一行人坐在前往 花莲演唱会的游览车上 恰巧经过事发地点 他便拍了几张照片 上传社群网站 意外迎来不少人关注 当时所有的一举一动 发言照片 都要经过他们牧者夫妻 继续打来 我也得立马回报 结果我们全程为 制造假新闻的榜雄之一 我们人做的很少 但是我们用祷告拖住他们 我们现在的心情 只能用机器上 松一鸣更特别要求 有知名度的人 将事故发生地拍照上传 到社群网站 但在上传之前 牧者竟然告诉家人们 大家本来要坐这班车的洗脑资讯 导致家人们被事实蒙蔽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做假见证 以为自己因为神机 夺过了花莲泰鲁格号出轨事件 蒙瑞琳当时感到疑惑 货问松一鸣为何要做假见证 没想到松一鸣直言 这样子会有更多人 因为感动而得到护照 也有化名L小姐的前教友 跳出来指控 有别于其他教会的出发点 是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一起发光 确实权力扩大教会 希望教友奉献 也就是捐钱的意思 当中呢 男性阿Ben过去 也曾奉献百万元 小甜甜也掏出十万付出 倘若教友手头很紧 拿不太出钱 教会就会提供B方案 开放分歧 说这样的方法 也能得到祝福 并鼓励一人 把身边好友都带来 松一鸣更会在敬拜时 要求大家要哭 要感动落泪 拍出来的影片 才会感动 如果哭不出来 就请大家闭眼 不要张开 如今教会遭四面八方抨击 松一鸣25号 透过脸书回应网友 表示从头到尾 都是为了平息外界的质疑 过于无奈 只好发表一篇 教会立场的声明稿 我非常愿意 接纳和饶术 也没有情绪 但文中我所提到的真理 是不容轻忽的 只是文字的表述 并不是媒体误导的反击 造成社会大众不好的感受 深感抱歉 期盼这件事情落幕 而26号 教会一起发光发文 以圣经内容表态 要以静默回应 没想到雷 却调出一排教会艺人力挺 教的是留言内容和时间 都大同小异 阿本也在IG嘲讽 一起作文 酸爆教会留言区 带风向笔高大赛开跑咯 也不忘隔空喊话 松一鸣赶紧回应 教会被踢爆的 九大争议内幕 不过风波延烧至今 已有不少艺人教友开始动摇 无愿居民的艺人教友表示 群组接获松一鸣 要开祷告大会的通知 安抚人心 群组对话表示 这祷告大会又是一贯手法 牧师师母悲情牌 大家一定要同时发文 其他教友也在群组抱怨 在松一鸣教会永远不能说真话 该艺人教友也坦言 大家都已达成共识 随时做好准备 退出教会的打算 不只教友们酝酿退出 如今连教会同工也爆出走潮 举行呢 同工平常做的项目 是专门帮教会发稿发照片发新闻 以及接电话及管理粉丝团 但薪资非常低 因为教会只找爱主的人 请脑同工只要为主做事 就会得到祝福 现在啊这些同工都已陆续请辞 目前只剩下一人独生 对此记者酬众宋一鸣 以及经纪人 对方尚未有回应 谁让我第一次成为戏剧的制作人 这不是神机什么才是神机啊 到底有没有我 我会不会有我的演出吧 小甜甜早报私生活状况大被退教会 徐晓客也切割宋一鸣 言行被控制 当制作人遇到很多的麻烦跟平静 我就其中了 因为我一般简直问他说 到底有没有我 我会不会有我的演出吧 A小甜甜不知角色被换掉 还被报移退出宋一鸣所属的教会 一起发了 幸福在一起 这道火线得拉回到上月 宋一鸣的新戏开进记者会 当时小甜甜唱聊凯乐近况 疑似因此惹火宋一鸣 没有 我觉得我是会支持他 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如果他不想要做演艺圈 就会不做演艺圈没关系 其实真的蛮久了 后来都是可能就只有 传传讯息这样子 生日快乐或什么的这一种这样子 是他也还没看过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还是会祝福这样子 但我也就是不知道 他现在的整个状况啊什么 我真的也不知道 对对 有到一年就有发生了 因为事情发生的感觉 从没有特意 有 嗯 真的有一阵子的 当然也没有说什么事情发生 就没有联络 但是是慢慢的 我觉得就是他好像有他自己的人生规划 小甜甜透过经纪人对此回应 因为理念不合才退出教会 跟幻爪风波无关 对于记者会模糊焦点 他坦言对于记者提问都会回答 当天也没说到什么 不晓得报道会变成这样 绝对许行接受 但是来一起发光教会 缺乏生命反击 在基督徒服侍的生命当中 只有生命配不配得 在祭坛服侍并没有所谓的幻爪 你要不要醒娇 你要不要醒娇 小甜甜在面对私生活生命有极大状况 以及造成小组员们的一些是非冲突 和彼此嫌隙 无数个夜晚流泪陪伴祷告 仍无法在真理及爱中感动小甜甜 最后小甜甜仍不停劝戒 只能忍痛暂停他在教会祭坛上的所有服事 而宋牧师写得很清楚 小编我看得很模糊 先不思考是不是所谓情了and到了 双方对质内容也曝光了 宋一鸣在群组询问小甜甜 我什么时候数落过你 或是对你有怒气 不是一直都用爱心乃心陪伴 帮助解决你们夫妻之间的问题和冲突 难道你们忘了吗 表示暂停教会服事和换脚 是因为小甜甜官司正在诉讼中 请他离开教会 是因为他在小组中倒是非造成组员嫌隙 又在外说一些颠倒是非言论破坏教会 你都可以不承认 但这些都是事实 我们有人证也有物证 强调自己相当痛心 也认为小甜甜应该道歉 这一切对我的打击还蛮大的 小甜甜透过经纪人澄清 甜甜的私领域一直没有太过复杂 只有事工作 加上为人母后更多时间在小孩身上 至于夫妻间的关系 目前有公婆协助协调 先生先回家和公婆住 等彼此冷静再来进一步讨论 各位我们要同心合一 我们要彼此宽容 我们要认罪悔改 同时三立新闻网也独家证实 阿伯和徐小可已经离开宋一鸣教会一阵子 原因是不习惯言行被控制 期间他们被禁止接触别的教会教友 选择离开后也不被宋一鸣的教会谅解 只有在里面的人感触比较深 还好我们及早离开了 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要亲身走过一遭 才会知道原来如此 我觉得时间会证明一切吧 对于小甜甜和徐小可夫妻退出教会 宋一鸣再度发声 留一些时间让别人慢慢认识我们 心中当然有不舍有难过 但真理就是真理是不容轻呼的